Hi,我是Z,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在南澳首府亞德雷德一路向北,打算帶大家走一趟 在澳洲被譽為The Seafood Capital of Australia 的著名南澳城市Port Lincoln 林肯說距離南澳首府亞德雷德超650公里的距離 看到那邊的發電風車沒有? 之後我會在其他影片介紹那邊的自駕遊路線 經過三個半小時的駕駛,我們來到第一站Port Augusta手作休息 Port Augusta是南澳洲第八大城市,也是南澳東南部重要的運輸樓 這裡有大家熟悉的澳洲羊毛和小麥 中午我們選擇在一間叫Barnico Bill的餐廳買外賣 除了新鮮的澳式炸海鮮之外 我個人是很推薦這家的即食蟹肉 不用剝殼,還可以做早餐煎蛋和零食都行 從Port Augusta出發再多走三個半小時 就抵達了我們在林肯港預訂的住處 這是一套三房兩次的民宿 剛好我們有三對情侶 然後男女分開洗手間 長途拔攝了一天,馬黑我們隨便煮食 Day 2 第二天一早,我們又風馳電製地趕往世界著名生蠔養殖區之一的Coffern Bay Coffern Bay在2021年曾一度因為海洋問題,導致生蠔大面積出問題 對整個南澳甚至澳洲的生蠔產業都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 慶幸的是,在澳洲科學的養殖技術下,僅一年時間 生蠔產業又回來了 我們抵達Coffern Bay的時候,發覺這裡就算是夏天,溫度都比其他地區低 打算過來玩的朋友,記得準備多一件外套 找到生蠔體驗集合點後 我們以最快速度,穿上他們防水的工人褲和水箱 在水中漫步了5-6分鐘,抵達生蠔養殖場的水中吧桌 體驗開生蠔之前,生蠔養殖場的老闆會跟我們普及很多關於生蠔的知識 他還跟我們說,早上最新鮮的生蠔上岸後 就會在當天下午空運抵達香港 而自己南澳首府阿德雷德,就要在第二天早上才有火 麥爾本和適利,更會在之後兩至三天才會獲得這批生蠔 整個生蠔體驗大概1.5小時 有酒,有生蠔,還有故事廳 上岸後,我們還發現附近有海鮮販賣機 真是萬物都可販賣機 餓到貼地的我們,沒有選擇在生蠔場吃飯 而是選擇當地一間非常有名的餐廳 102 Oyster Bar 令我們驚訝的是,餐廳的牛扒居然比它的海鮮更好吃 下午,我們出發 Coffin Bay 國家公園 在這裡,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去國家公園 有必要選擇四驅車或馬力大的全區SUV 因為這裡的碎石路隨時會撬飛車的底盤 其次,必須要記得在太陽下山前就要出來 因為裡面,就算是懸崖路段也沒有路燈的 最後,雖然國家公園人煙氣少 但也要注意不要超速 因為兩邊的野生動物 會隨時跳出來撞廢這輛車 那就真是沒收報了 第三天,其中一對朋友臨時起義 說要去著名的網紅打卡景點雙色粉紅湖 Pont Sinclair Pink Lake 距離林肯港單程要五小時 南澳有好幾處著名的粉紅湖 而Pont Sinclair之所以出名 是因為鹽湖的兩邊是不同顏色的 而中間由一條公路貫穿 形成了雙色湖面的獨特景色 老實說,如果你沒有無人機 而是站在路邊光看 其實跟南澳其他粉紅湖是沒有大區別的 所以到底會不會長途拔蝕為了看它一眼呢? 就見人見智了 最後,我們在回程時選擇了南澳第四大城市 Waiala稍作休息 期間,我們很幸運地遇到一個自稱海豚觀察員的人 帶我們去港口看野生海豚 海豚很聰明,他們會跟隨漁船靠岸 等待岸邊的人向他們餵食 這是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接觸了野生海豚 聽觀察員和我們科普海豚的知識 非常有意義 今次四日三夜之旅就到此為止 影片和相片無法代替親身體驗 希望你的旅途比我更精彩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拜拜!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